上期塔千亂岩星座文實未講過 現在星雲有時會用一些我在日常生活看到的人事物 一些比較有趣、比較觸動到我 就跟大家放在這裡分享一下 就算是有一點比較個人的交流 還有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鳴 我忽然想起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晚上有個電台節目 不知道是哪個電台的 是我媽媽經常在聽的 叫有說共鳴 有些名人在分享一些歌曲 是他們喜歡的歌曲 然後就點播出來 就說如果這首歌感動到你 引起你的共鳴 就傳個SMS去哪裏就捐錢 當然因為這些人出來 無端端做節目是為了一個課程 但是這個節目我覺得比較衰 因為為什麼呢 又不可以說人家衰 但是他 因為他始終不是整個時段是 給這個有說共鳴的 他中間會有很多廣告 所以有時候那些歌曲 播到一半就會廣告時間斬斷了 那什麼共鳴都沒有 但是我們再看一張照片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現在是說巨蟹座 就是一個女性的星座 一個女性的星座 通常都會喜歡小孩 這個就是我看到小孩的畫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你知道 不過全部小孩都是這樣畫的 但是 但我覺得 看到我覺得很有趣的 真的 Rosie的嘴巴很小 然後 真的很小 不知道 總之覺得很搞笑 好啦 那真是言歸性傳線 各位上星或者是太陽的巨蟹座朋友 好啦 ok 那呢 懶惰 我又不可以說大家懶惰 在這一個 就是剩下這大概兩個星期的階段 OK 因為 12星座要數懶惰 那就 好 就是 我覺得巨蟹座都排得 忠厚的 因為最懶我覺得一定是相遇的 OK 那之後就金牛天瓶 好啦 都比較懶 那 咦 不是喔巨蟹 嗯 雙子都懶懶的 其實 除非雙子去玩 OK 但是 其實 對啊 其實巨蟹都是在陸名之內 OK 那比較不軟動 有時候都很痴家 不想出去 OK 好 那 所以 但是我又不可以說大家是懶的 但是 嗯 很多事情呢 做不來做不來 提不起勁 OK 那 那 如果我們說到提不起勁這個字呢 都始終有一個勁的字 對不對 那就是其實你都是想去提起勁 但是你只不過你是提不起 有心無力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又不可以說大家100%懶的 因為 如果直接 罵你們懶 那就 直接是沒有心 那 那現在純粹是有心 但是沒有力 對了 那在哪些範疇呢 在 搞一些家庭事務 可能 得起心肝要做一些家務 去洗衣 啊 或者儲了很久的碗碟要洗 或者不知道做一些大清潔啊 大掃除啊 諸如此類 OK 或者是在你們的事業工作上 OK 我當真是 我當一下touch route 真的不幸被人辭退 那 就 要找工作 OK 但是呢 就是你們的危機感又不是說非常之重 那就在發去找工作 OK 可能一天才發一個CV 或者覺得真的給自己休息一下 有一個空窗期 是不是空窗期 就是 給自己 就是不用工作 那可能 去一陣子才去 搞一下你的CV OK 或者 在工作上有一些東西 想launch的話 那當然不是打工仔 打工仔 哪有得你決定 那但是呢 可能你是自顧的 OK 那有些project想去搞 那但是 總之這一陣子是好像懶樣樣 提不起勁 那樣 OK 但是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麻煩你們在某一個日子之前 OK 其實就是有幾多日子 因為 這一條片 publish的時候 其實都是農曆3月17 OK 那 去到農曆3月30 你都剩下兩個星期而已 OK 但是呢 都 有一個日子 是真是一個 deadline OK 那 如果 過了這個 吉日都不去做的話 那 那 接下來 要去令到這些 城市的 機會呢 都要排到幾後的 OK 那當然 Depends on你 你的 要去搞定這個project的 那個成績 OK 就是難道說 你說 可能堆了一些碗 不用OK 那難道過了這個deadline 不用 難道你真的要去到半年之後才可以 當然不是這樣 OK 但是 我是說一些可能比較 一些比較major 比較 緊要的 是的 一些可以大成大敗的工作 真的要趁這個吉日之前去搞定 這個吉日是什麼吉日呢 OK 那就兩個步驟 第一 是like 這個video OK 如果你是facebook的聽眾 聽眾 就是 粉絲 那就麻煩 要去 不是純粹給那個thumbs up 那個like 是要 深深的 因為我喜歡看到 深深多些 還有我喜歡 粉紅色的 紅色的 多些 我本身 其實我不是說 喜歡粉紅色的 我也不是特別喜歡 紅色的 但是 因為紅色比較旺 如果大家有時候 去看我的live 都會看到我 經常穿 紅色的衣服 OK 除了什麼呢 除了昨晚那個 有一個很ad hoc的live 在facebook IG都有的 那個就是 跟大家分享 教練 准提菩薩 深咒 那個長的版本 OK 再說一次 那麼多次是 因為昨天是准提菩薩的聖誕 OK 同時呢 也是 去解答之前那個IQ 題那個 邏輯 答案是679 OK 好 Anyways 除非因為昨晚那個 就真的非常之 即興 沒有穿一個特別的紅色衣服 但是 言歸證券 看下 越講越遠了 怎樣要知道這個 Deadline這個吉日呢 OK 第一就是要去like Facebook的 就要粉紅色 第二就是去comment 直接問 就是說 我想知道吉日 或者 麻煩說答案 OK 那就不要 說些隨便隨便的 無聊跟我say hi say hi 我不當你是在問 OK 那第三步呢 我就會呢 PM這個答案給大家 的了